習近平再破例 三中全會日期出爐 同日拋出兩前國防部長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美國民眾高度關注 美國發布年度宗教報告 揭露中共對神話演出的脅迫 逼百姓造反前走 中國過稅APP升級 遭輿論撻伐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8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 耀文 我是林欣 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經歷能給大家一些啟發 兩個月之前 李先生在YouTube看到希望之星TV的廣告 決定給他高血糖的太太試試三高代謝步 接下來我們聽聽李先生怎樣說 因為我太太的 賣給我太太吃 你太太現在吃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過幾月 兩個月左右 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沒有吃藥的 後來見廣告 YouTube 你看這個 什麼 希望之星 見到 所以過年就買回來給他吃 他吃之氣比較重量些 食了十二 食了一個月 他現在下至6.4 這是A1C 度過A1C 糖的指數 明明早上是誤 以前7.1 他吃了之後大約一個月 然後他下至6.4 下至還不錯 所以繼續買給他吃 有一些全部都不是賣的 有一份是幫朋友買的 那你太太其實是吃了一瓶之後 是不是那個血糖化指數已經降了? 不止一瓶 好像是兩瓶 兩瓶之後才有明顯的降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其實就降了 那其實效果挺好的 效果挺好的 所以現在我繼續吃多一個月 這樣之後就減了多少 不需要吃那麼厲害 是啊 是的 如果正常回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 你介不介意說一下他的年紀有多大? 給6 啊 落錄 聽到這段話 令人覺得很高興 短短一個月 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來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給大家一些鼓勵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在為高血糖煩惱 可以試一下李先生的方法 或者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後提醒大家 無論使用任何食療保健品 最好先問一下醫生 確保安全和效果 中共官方宣布 中共20屆三中全會將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會議的主題是 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入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 同日中紀委通報 兩任中共前國防部長 李鳳和李尚福被開除黨籍 終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資格 並移送軍事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按照中共慣例 每五年一屆的黨代表大會期間 通常會召開七中全會 其中除了二中全會是在兩會換屆前召開之外 其他幾中全會都在每年9月至11月召開 三中全會被認為是定調中國經濟發展路線的重要會議 從去年底一路延宕至今 脫離常規的做法 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 有觀點認為 可能與中共前外長秦剛和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突然失蹤有關 另一方面中共目前面臨國內經濟下滑 中美競爭加劇 俄烏戰爭立場、貿易磨擦、科技封島、台海緊張等種種問題 27日中紀委通報開除魏鳳和李尚福黨籍 終止兩人二十大代表的資格 並移送軍事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兩任前防長同一日被開除黨籍 這在中共見證後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時政評論員岳山對新唐人表示 兩人處理得很重 出乎意料 有轟動效應 差不多有當年處理郭白鴻、徐彩厚的效應 這個說明中共軍隊問題相當嚴重 但事情還未完結 比如李尚福、行賄、還有兩人都有其他案、牽連等等 值得保持關注 自去年以來 中共軍隊又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反腐 整肅運動 日今為止已有至少11名軍中將領和一些航空航天國防工業的高管被免職 美國之音報導指習近平在擔任中共總書記前 沒有多少軍中歷練 在軍隊中既談不上有什麼威望 亦沒有過硬的人脈 因此他一上台 就以反腐為名 對軍隊高層展開嚴厲清洗 徐彩厚、郭白鴻、張陽、防風輝等一系列中共軍中 握有實權的高級將領紛紛倒下 這個亦被習近平任用自己的親信進入軍隊高層提供了機會 去年對火箭軍的清洗 亦是習近平強化對軍隊控制的一個重要行動 近日習近平連續召開會議 再次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並持續深化政治整份 6月17日至19日習近平率中共中央軍委 在延安舉行了政治工作會議 並在會上發表講話 重新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社交媒體X帳號 文昭、譚古論金帖文表示 延安整軍會議以後 李尚福和魏鳳和 兩人同時被端出來開除黨籍 說明真是風暴來了 以此令人意外之處 在魏鳳和 因為很長時間沒有傳出他的不利消息 或者是保密很好 又或者是暗中調查 最近才做出決定 總之清洗波及面 很可能被遇上的要闊 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6月27日晚9點 在亞特蘭大市拉開圍幕 這是美國史上首場現任總統 和前任總統之間的對決 這場90分鐘的辯論 是拜登總統和前總統川普 四年來首度同臺交鋒 雙方在最近幾次民調中 支持率幾乎評分抽息 這場辯論是他們集中向選民 尤其是5%至7% 上未決定的選民 淺述政策 展示領導力和總統形象的重要平台 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 推定的兩位總統候選人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 和美國前總統川普 2024年再次交鋒 90分鐘的對決 將會拆出怎樣的火花 當下最受關注的議題 移民、經濟、教育、軍事等 雙方將會給出怎樣的方案 又會帶領美國走向何方 紐約時報發文稱 兩人的首辯對決 是對美國權力、政策和民主治理的 兩種詭異、遠景的 一次重大卻又熟悉的碰撞 老對手合路再相逢 這場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主辦的辯論 在很多方面都打破傳統 拜登的首選辯論 主題則包括墮胎權 美國民主現狀和經濟 川普的團隊日前表明 辯論關鍵議題將包括移民問題 公共安全和通貨膨脹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只安排了兩場辯論 首場辯論定在6月27日 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舉辦 第二場定在9月10日 由美國廣播公司ABC主持 民調顯示拜登和川普的支持度 不相常客 這場辯論預計美國將有數千萬人觀看 美聯社週三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 顯示約六成美國成年人計劃 觀看或關注這場辯論 過半民主黨選民和共和黨選民均認為 這場辯論對自己政黨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很重要 亦有多項民調顯示 多數美國人對他們面臨的候選人選項不滿意 不希望看到拜登和川普重賽 兩名候選人的競選團隊 希望能借辯論激發選民的關注度和投票熱情 這次辯論將充滿很多第一次 比如拜登和川普尚未獲得黨內正式提名 這是首次兩黨推定的參選人提前交鋒 川普還是首位被判重罪的總統辯論人 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最近亦因與購買槍支有關的指控 而被判三項重罪等 辯論會將由CNN推出的55歲 CNN華盛頓首席記者兼主播塔帕 和53歲的CNN首席政治記者巴仇聯迷主持 美國國務院6月26日發布年度宗教自由報告 報告聚焦了中共對於神韻在全球演出的持續審查 記錄了中共向多個國家的場館施壓 要求其拒絕舉辦或取消 以安排好的神韻演出 報告在描述神韻時指出 很多表演者都是法輪功修煉者 並且除了中國傳統舞蹈外 一些舞蹈還描繪了當今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的迫害 神韻藝術團是一個總部位於紐約的藝術團體 其使命是展示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 自2006年成立以來 他每年都以全新的音樂和舞蹈 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 展示中國傳統文化 同時也引起人們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的關注 每年神韻藝術團在全球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巡演期間 都多次遭遇藝術團巴士被破壞事件 演出場地也曾在最後一刻 因收到中共官員的信件 威脅其國家的經濟利益而被逼取消 2016年原定於5月6日至5月8日 在南韓首爾KBS劇場的神韻晚會被取消 美國國務院援引《大紀元時報》的調查結果 稱中共駐南韓大使館一名官員表示 中共大使館一直在向韓方通報中方反對神問演出的立場 自此類強硬行動曝光以來 美國官員已經多次表示擔憂 2023年11月中美峰會將在舊金山舉行前夕 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 將中共的經濟脅迫描述為非常具有破壞性 我認為這是中共外交的一個令人擔憂的特徵 各國今後必須採取措施 共同努力提高復原力 同時亦要發出一個共同的信息 即中共的行動 和全球資本體系的平穩運轉背道而馳 這份宗教自由報告是在眾議院 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的第二天發佈的 該法案指在懲罰中共政權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強制摘取器官的犯罪者 出席報告發佈會的法輪功學員張玉華 他曾擔任中國一所重點大學俄語系主任 此後因修煉法輪功 在中國被判7年半 出獄後又多次遭到警方騷擾 國際宗教自由巡迴大使 拉薩德海珊 在宣布發佈該報告時 稱張女士是一位勇敢的領導者 目前張玉華的丈夫仍然在中國 受到警方的嚴密監視 自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以來 她已經被判刑總計十幾年 張女士表示她感謝該法案的通過 也感謝官員的支持 她告訴新唐人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 這樣的努力就好像一道光 中共說他們不在乎美國政府的行動 但事實上他們很害怕 這項跨黨派法案的主要發起人 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 斯科特·佩里表示 她希望那些仍然在中國遭受迫害的人們 能夠抱有希望 她告訴新唐人 雖然進展不夠快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希望正在發生 中國地方政府開始實行 稅務倒查30年 引發人心惶惶之際 個人所得稅APP近日新增展示經營所得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等五項個人所得項目 引發一面倒質疑批評聲浪 官方則稱 這個舉動不會改變回算清繳方式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 近日中國個人所得稅APP 更新引起輿論 目前該APP在收入納稅名勢中 新增展示五項個人所得 分別是經營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財產租淫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 而更新前的過稅APP中的收入納稅名勢 側緊展示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籌、特許權使用費等 綜合所得 該APP更新正值中共在多個省市 展開倒查稅三十年並成立 警稅合成作戰中心 近期中國多家公司乃至餐飲小店鋪 被要求補交高額稅款 多個省市更成立 警稅合成作戰中心 宣布打擊攝稅違法行為 重創民營企業和證券市場信心 股市再次跌破三千點 股民一片哀嚎 更新後的過稅APP信息引發輿論 微博上出現一面倒的差評 有網民留言說 誰都走不甩 小錢查得明明白白 想法切法、手掛、揭責異餘 還有人諷刺說 給我老婆發紅包算不算偶然所得 如果投資A股負收入10萬元 能不能申請過稅減免 股市期貨、基金 累積虧損幾百萬 就快活不下去了 可不可以將之前交的過稅退回來 真的想給他們交錢 只要股市 不要這樣天天股票幾千個大幅度下跌 有這個功夫補一補富人被稅的漏洞 亦被花心思在窮人身上強 亦有人說 股息已經付過稅了 老百姓已經快活不起來 倒查30年 多少權貴提前跑路 錢都潤到國外 剩下的普通百姓 還想炸乾最後的火食費? 離島塌不遠了 有業內人士對此表示 民眾實際收到的數額就已經扣過稅了 因為銀行有代購代繳的義務 比如客戶參加抽獎活動得到8元紅包 銀行實際上付出的金額是10元 其中代交了20%的偶然所得過稅2元 事件引發輿論後納稅服務熱線12366 客服表示 個人所得稅會算清繳 是指個人所得稅綜合所得年度會算清繳 即個人所得稅法中提到的前四項 個人所得 依次新增展示的五項個人所得 主要是查詢展示的作用 並不改變會算清繳方式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